我當主席也很難控制這個場面 13號立法院長韓國瑜召開黨團協商 光是轉總統賴清德到立法院國情報告 就討論三個半小時 底線是一個黨團問完了以後 那總統來回答 所以所謂一檔問問再一檔 回答再一檔問問再一檔回答 這個就是背信的疾問疾答 當然這個我們處男同意 我們沒有堅持疾問疾答 三黨對問答模式五共識就初步共識 各黨團代表發言時間六分鐘 原本要接著談花東特別條例 改到週四討論 請議事處處長去跟交通部王部長 還有高副主委質疑一下 他們哭作了一下我非常不好意思 指示花東條例包括花東快速公路 國道六號東延環島高鐵三大交通建設 高達上兆元預算 現在最快17號會表決 洛蘭白硬要闖關 民進黨不排除提出複議 甚至可能申請示現 國民黨呢現在提出來的 相關的這幾個條例 通通都是要讓整個國家 搭上掏空國庫的失速列車 我們認為這是違憲 同時侵犯到行政權 立法院不應該用 藍白的多數來強迫逼迫國家的資源 全數用在單一的縣市上 這破罩的經費十年內要執行完畢 這根本開玩笑 國民黨會修掉國安無法嗎 我認為極有可能 藍白俠人數優勢聯手 爭議過法案恐怕一個接一個 三立新聞和某種歡迎 去到雲台北報道 去到雲台北報道